疫情和外星人一直是好莱坞不败的题材 从1979年开始 疫情总共拍了4集 创造近6亿的票房 而今年又陆续拍摄前传 甚至跟终极战士跨界合作上演对决的戏码 而这一类的科幻题材 它也有演变跟进化 从原本的纯惊悚片变成了剧情片 甚至还拿下奥斯卡奖 莱恩·雷诺斯和其他五位国际太空战的成员 在火星找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没想到就像新发现 却让他们陷入危险 外星人展现高度智慧 太空人决定牺牲自己 避免地球遭到入侵 这部美音合拍2017年3月上映的电影 是科幻加惊悚题材 用未知的外星人营造恐惧 是好莱坞擅长的手法 似曾相识的异形弹 寄出到人类身上 孵化出异形 导演雷历史考克 2017年再推新作 你确认这部美音合拍吗 你怎么认识 我根本就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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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形顺约》是2012年普罗米修斯的续集 也是1979年《异形》系列电影的前传 黑色身躯长得有点像蝎子 血液还有腐蚀性 这是杀人不眨眼的外星生物 当年可是卖了超过1亿美元的票房 也捧红了女主角 雪歌尼为佛 《异形顺约》 1986年 异形推出续集 雪歌尼为佛 在太空漂流数十年后获救 和一支海军陆战队 重返他最初遇到异形的星球 当然免不了要和异形来场大战 有别于第一集的纯恐怖 《异形》续集 受到夜战启发 以战争片的模式编写剧本 不只票房冲上1.8亿美金 还获得剪辑 跟视觉效果 两项奥斯卡奖肯定 1992年 异形再推出第三集 这回 雪歌尼为佛的船 坠毁在一个 关满男性囚犯的监狱星球 异形也如影随形 不取大开杀戒 雪歌尼为佛 还成为异形的宿主 最后和身体里的异形 同归于尽 异形电影 从1979到1997年 一共拍摄4集 累计票房逼近6亿美金 这次杀人不眨眼的外星生物 一直是科幻片的热门题材 不只推出前传 还跨界和终极战士 推出系列电影 人类成为祭品 为的是孵化出异形 让终极战士猎杀 在这部电影里 有高科技武器的终极战士 把猎杀异形当成自己的成年领 被夹在中间的人类 除了求生还得阻止异形到达地调 这部异形和终极战士 两个外星人跨界合作的电影 2004年上映 却得到不少负评 只有特技效果和布景设计 获得称赞 但在票房上还是有1.7亿美金 甚至开拍续集 除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异形 好莱坏最近也推出科幻剧情片 爱美亚当斯 是演语言学家 透过和外星人交流 得知自己其实有超能力 这部改编小说的科幻片 不是外星人入侵地球 人类起身对抗的老梗 但全球票房也逼近2亿美金 证明只要是异形或外星人题材 观众一定会买单 谢谢大家